選前最後的一個 黃金週末的肇事 在1124的選舉當中 其實最後的肇事 也可以看出候選人的人氣 人氣等於選票嗎 立委補選的投票率這麼低 這種人氣 真的能夠表示勝選的機會嗎 大家看超級星期六 其實就很明顯 我先說一件事情就是 還記得晉級的自動車 就是晉級的貪吃蛇嗎 那個時候是在最後一個禮拜 我記得非常清楚 禮拜一韓國瑜跟陳其邁 到電視上去做 第二場的電視辯論會 然後接下來禮拜二 禮拜三 我在禮拜二跟禮拜三的晚上 我發現了很多高雄的地區的民眾 他們騎的摩托車在後面跟隨 從500個人到1000個到2000個 後來都上萬了 然後我就把網友們 以及我的媒體圈朋友 拍到的影片 我做成了一個叫做 晉級的AutoBuy的影片出來 後來最後兩天 禮拜三 禮拜四 還有禮拜五的時候 照大家討論就是 他的掃接過程當中有多少人 然後大家就注意到這一點 觀眾朋友 在最後的倒數選前三天 即使那個影片出來 大家倒頭回去看 還是很多人講說 不會啦 曾經不要我們贏了 最多人贏了五萬到十萬 那就是五百的 就是大家好數最多的 摩托車車隊 他完全可以體會當地的人 對於現在站在車上的人的反應 你說今天謝龍介就比這個郭郭文強到哪裡 我們看照片 因為其實製作單位 網路上有一張照片 是慘不忍睹的照片 我給大家看一下 掃接比一比 對 就是說慘不忍睹的照片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對比 因為它不是同一天 規格也不一樣 我給大家看一下就這個 這是韓國瑜幫謝龍介 我們的節目沒有這麼狠的比 基本上差不多就這一張 對 跟這一張很接近 我也算是實 我先用一個比較不能比例的 大家看完再看回我們的電視牆 我們電視牆比較公允 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網路上這兩天 很多人來傳這樣的照片 說你看 這個是韓國瑜跟謝龍介 他們在掃接的時候 你看他有多少人 他們下面旁邊全部都是 這是韓國瑜 這是謝龍介 然後同一天 其實不是同一天 我現在跟大家講的 郭國文 他這個應該是劉士芳 都是空的 左邊右邊 好 所以觀眾朋友 不要光是看一張照片 我這邊就看結果 因為第一個 你要把郭國文的最大咖 在我現在看起來 對 最大咖應該是賴清德 所以賴清德跟著郭國文 你這樣是黑劉士芳的 後面不是黑劉士芳 是劉士芳的確沒有這麼多人 劉士芳的確沒有這麼多人 所以這一張看完 OK 這是網路上傳的 不要看完以後覺得說 一頂擦 但是看回最強強棒 就是強棒的強棒 上市對上市就是賴清德 賴清德的掃接過程當中 後面跟的是一個紅色的轎車 他沒有跟幾百輛的摩托車 這就是人際上的差別 你說民進黨現在已經產成這樣 我跟大家報告 負責任的報告 謝龍介在掃接的時候 台上站的不是韓國瑜的時候 是其他的現在目前國民黨的 所謂四大天王的時候 因為也有去 總統也有去 王建平有去 也沒這麼多人 所以其實它是有層次的差異的 很簡單 這樣子就是郭國文去找一個 跟韓國瑜一樣有辦法吸引所有人 在路邊跟你揮手 我一定要一堵真面目 我要先堵一塊的人 在路邊在那邊等很久不走 然後就索性騎到摩托車 跟著後面風 你有這樣的人 你就這樣的人氣 在這次的二選區當中 超級星期六 我們看左邊是在家裡 右邊是最後那一天 同一天是在善化 是屏東縣長攀蚊去幫忙 然後是在一個地方 麻豆的吃碗粿的地方去吃 然後吃完以後四點半掃接 因為我都記得非常清楚 那個麻豆的直播我有看 就大概200到400個人 之間觀看而已 你說吃花粿只有200到400個人 對 它的直播 大家可以回去查看 我一下有沒有亂講 吃完以後再去掃接 真的沒那麼多人 可是觀眾朋友 在這次二選區 最大的三個票倉 麻豆 善化 家裡 家裡其實才是最大的 去青龍宮這個地方 青龍宮好幾百年 家裡大概6萬人 然後善化跟麻豆 大概都4.6 4.4萬 加起來就16萬 整個二選區30萬人 他就超過一半了 所以謝龍介他很聰明的 他在最後一個超級星期六 他找來最大咖 去掃最大票倉 然後人整個爆出來以後 媒體也到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再加上民眾會被感覺說 早期賴清德跟郭文來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 今天來的時候 像我們昨天這個圖 這就是實況 這也沒有辦法造假的 除了下面這兩張 是造勢會場的人爆成這樣 青龍宮是這樣 然後從這兩個廟之間 到上台之前有一個掃街 掃街的時候後面都是車 這些家裡的台南鄉親 他看到了 我這麼嚇人家人是這樣 他就會覺得說 他覺得這兩個已經贏了 所以他對於投票的意向 同樣的 他會壓抑民進黨的支持者 雖然說民進黨支持者 最後也白虎湯灌下去 郭國文請了阿扁錄了一個VCR 這一點的話很簡單 觀眾朋友 因為郭國文他基本上也是 就是什麼當什麼醫 今天陳曉玉他是特色阿扁 所以我就找阿扁 今天謝龍介是學韓國瑜 去賣魚賣菜 我就跟他講 我是鳳梨之子 我也賣魚賣菜 所以就是他強的我也學 他強的我也學 可是最後 最後拿麥克風的還是賴清德 所以這個以我來看的話 台南這一局基本上 已經是定了 已經定局了 我們不能講民調 可是我們可以做政治分析 從這個角度看起來 已經定了 並不只是因為韓流到台南 也不只是因為民眾想要政黨輪替 連綠委也要政黨輪替之外 最重要一點是 這樣子的一個超級新奇略的氣勢之後 讓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也很清楚就是說 出來倒票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會影響到 他最後的衝擊 然後那個涉扁那個部分 因為那是陳曉玉的王牌 他就是直接喊特色阿扁 你今天找到阿扁來以後 我說白虎湯 因為有一些人 也未必明亮智的都喜歡阿扁 你今天找到阿扁以後 你可能拉了一點陳曉玉的票 可是你有丟掉一些 因為你原本的票 或是他們就不出來投票了 所以韓國瑜的情況 在台南這樣子的一個態勢 基本上我對台南這一局 已經非常明顯 所以我說坐三望四 四就在我的對面 就是我四為哥 看他最後的狀況是怎麼樣 待會的四我們再來討論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這個貪食蛇祭出 選戰就勝券在握了嗎 這個讓我又想到 我們去年高雄市的議員選舉 剛才韋翰講的 去年的最後一個禮拜就是 韓國瑜市長在每一區裡面 做這樣的一個掃街遊行 當時我也站在那個市長的旁邊 我覺得我跟觀眾朋友講 這個大概我從小到大 沒有看過那種情況 台灣選舉 英俊賣兩黨就選一道 有人現在特當選舉 你不要看過的人在車隊在操作 有法度後面 對那麼多飛機 當然在我們台灣的中南部 摩托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常常有人在講說 為什麼摩托車會出來跟 為什麼機動性強 因為韓國瑜他在 當時在郵街的時候 他是不會先預告說 我幾點會走到什麼路 幾點走到什麼路 所以摩托車是最激動的 可能大家一講說 現在在三多路 馬上就騎到三多路去 就開始跟了 跟到有人跟著跑 就一直跟著跑 所以我去年跟韓市長 站在車上 坐車隊遊行的時候 最感動的還不是那個摩托車 是從房子裡面跑出來 要看韓市長的那個人 大家知道說車隊要來 其實前方大概50米 甚至20公尺才會知道車隊到了 通常裡面婆婆媽媽 如果煮飯煮到一半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 遊戒是下午五六點 正在煮飯 有的是那個鍋碗 瓢本全部拿出來了 就拿得出來 就在路邊裡面揮 所以說我說 我禮拜六我也仔細在看 那個謝龍介 龍蓋生的一個 韓國瑜市長在那個 你是以後沒有去 沒有 在家裡面看電視 我在家看電視 我知道裡面一定擠不進去 我在那邊看電視 我發現說 他那個情況 真的跟在高雄的情況 是一模一樣 那看韓翰也講 不會是你們高雄人 騎摩托車到台南吧 那太遠了 騎一個多鐘才騎得到 台南當地就很多摩托車了 我說去年這個情況 民進黨在高雄市 他也是說有波 甚至陳其邁小營 但是我跟韓翰的想法一樣 昨天這個情況 不是氣勢上來而已 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台南市 那個選區的選民 一定是愛屋幾乎 把這個票從韓國瑜市長 一定會大量轉到 謝龍介的身上 而且其實謝龍介這一次 這兩個月的補選 他有個最成功的策略 就是他完全是 按照韓國瑜市長 他在去年選舉的 同樣的一個模式 你看他這兩個月 他賣了多少訂單出去的水果 他一再的去宣傳 他一再的是要幫助 台南地區的這些基層的農民 其實大家也知道台南關係 最多的都入管 我也台南關係人 我沒到人 所以我知道其實 台南現在這個地方 他會感動當地的人民覺得說 台南關係民進黨 一定一整二三十年 我會比較好 我也沒比較好 所以今天你如果是 吃龍介來做 最起碼他可以拿我賣 賣金 拿我賣賣 三百魚完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 我覺得龍介來 如果可以稱呼最後一個禮拜 後世看 但是我覺得市委 這個剛才 尾翰講的坐山望四 都望向他 又是他 223那一場 是那時候我就有陪著市長去 到那個三重的場子 其實那一場 遠比謝龍介的第一場還多人 謝龍介第一場是一萬多人 市委那一場你有 大概三萬人 將近三萬人 那個人真的是溢出來 然後我在現場的感受是怎麼樣 很多心拍子的人 我在旁邊耳朵聽 他們當然是真的來看韓國瑜的 但是 沒有來看我的 沒有錯 因為看了韓國瑜 就看到鄭市委 那就把市委跟韓國瑜 整個是連在一起 我後來聽市委講 他後來到宮廟 去廟裡面拜拜 去市場拜票 大家都怕他 所以韓國瑜的威力 我常常講 以前我們在山山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跟秀琳講過 從原高雄市擴散到原高雄縣 我覺得現在是從 高雄市擴散到台南市 能不能到三重市 那就看市委最後的加油 sunshine 唔 財 連 咖